位于南港中原里内的南港生计园区 随着520新总统上任之后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加紧赶工中 不过中原里住户却发现 工程进度似乎都集中在夜间赶工 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的作息 也让里长不得不出面进行协调 2022生计园区 它就是比较靠近我研究院路 二段二项五十四弄这边的住户 因为他们临着这个生计园区比较近 所以当他们在夜间施工的时候 都会造成他们噪音上的困扰 我们当然也跟相关单位有过协调 他们也应允说会尽量把这个影响的时间 还有影响里民的那个睡眠的问题 会来做克服 另一部分关于交通的出入问题 也是谢理长相当担忧的 因为目前生计园区仅仅只划设了 研究院路二段十二项的出入口 届时这里每日将出入三四千人 如果不再划设另一个出入口 谢理长担心很可能是内科交通的翻版 目前的话以他的规划 他的大门就是在我研究院路二段的十二项 那势必将来他们进驻的人员 约差不多会有三千五百人左右 那进驻的车子可能会有蛮多的 那当初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隧道直接打出到中校东路 那就不会经过我们这个研究院路 那对疏解交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当初为什么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我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谢理长建议由于生计园区的另一面 未处于中校东路上 因此希望在另一边也能开设连外道路 才能有效疏解上下班庞大的车潮 也是在开放园区前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中家有线电视 熊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